我们刚刚还在保管拖吊厂 破车被拖掉 身材工具整台倾斜 下一秒 才开车门 录影搜正 短短14秒 整台搅拌器砸了下来 他们一次拖掉 暴力拖掉 我现在要求他们赔偿负责 话才说完 但要找谁赔 一次谈不拢 驾驶器的拿起球棒 就往柜台和旅门砸了下去 当场玻璃碎裂 整片旅门被砸烂 玻璃破大洞 整块砸在地面 四处盆解 因为拖车他可能也没有上流冰鞋 他们可能要货车 没有上流冰鞋 车子一定会扬起来 扬起来你又整路 又在那边晃 一定就是会倒下来 然后拖掉业者 推给另外一个拖掉业者 就本来说要来 结果又没来 讲话那个气口 好像就是 不然你是别人 事情就发生在23号晚上8点半 小货车围停 新北永和区 被拖回保管场 驾驶一小时后 找费取车 却发现 食品搅拌机 倾斜才拿手机出来拍 没几秒 滚落地面 发现场就在新北永和的 这间保管场 可以看到 掉落的搅拌器 还留在原地 而中心驾驶就是认为 拖掉有疏失 才会害他整台搅拌器 掉了下来 那台机器大概三四万 货车斗比较贵 因为货车斗内一个坐下去 二十几万 我没给你吃 我新车 要帮到一顶 等我去母亲别送 对此保管场回应 我们有使用辅助轮 以规定脱掉 驾驶的车厢内 是否有摆放物品 不会开车门去看 一切以正常程序 规定脱掉 但对驾驶来说 小货车才买一年 被拖车 内部撞到毁损 搅拌器也砸坏 只希望脱掉场能负起赔偿 但毕竟动手就是不对 后续也被警方 以妨碍公务 及毁损罪送办 短新闻 薛玉珠 丁一文 吕嘉信 彭星敏 在新北报道